Hello 大家好 安迪哥 Hello Kion des 今日は何をします? 家族3人で初旅行 初旅行 今回はどこ行く? 石川県 行こう 父親 犬の温泉流館 温泉 行きましょう 行きたい人は 父親 帰って 超級無敵 塞車 前方は10km 要塞 父親大丈夫ですか? 初めての渋滞 どうですか? 寝れないよ 眠いよ 眠いです 全身の渋滞 本体の渋滞 今度は自動の渋滞 次は進行 現在我的腳架可以完全離開雙翼 我的手,我只想輕輕點著它都會幫我轉彎 很舒服,整件事很不一樣 整件事很不一樣,真的很舒服 尤其是這些路這麼闊,又沒什麼車子很舒服 我們現在來到第一個休息站 剛剛塞完車,終於來到休息站 放它出來,休息一下風 我們還未吃早餐,現在超級餓 很豐盛 有泡菜、意粉、炸雞和咖啡 這個餓飯,現在到Kilmokalde O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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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出發,繼續去 出發,出發 還有200公里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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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畫面 現在周圍都還有很多雪 我們現在進入了福井縣 雖然我現在的車輛是PS4S 但始終都不是雪派 其實我現在有點擔心溫泉旅館那一頭 是... 是... 那些路是... 因為很多機會 很大機會溫泉旅館是鄉下的地方 不知道會不會積雪 現在我很擔心 唉,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可以留在那裡 他會不會積雪 因為每次還是有一個 都會不會積雪 不然 他會不會積雪 他會不會積雪 那裡 有 現在我們來到最後一個休息站 這個休息站就是我們一早找到就一定要來 為甚麼有甚麼特別呢 因為這裡有九公園 而且這裡也挺大的 讓它動一下 雖然其實差不多到 都是差20公里、30公里 40公里左右 就應該到目的地了 不過現在就讓它動一下 車子… 這次旅行都禁 用了都計算了所有東西 可能六萬日圓 不過主要就是我們四月初開始會很忙 那我就想儲多點片 那不如做多點東西 就是一次過團積很多片 讓我慢慢剪好過 但… 但… 沒有… 很小嗎? 嗯 很小的 可以自行出門 Juji… 原來這裡這麼小 我還以為會比這個九公園大 我們上網查了很多 因為怕它坐四個小時的車 會頂不順 找一些可以讓狗下車 可以走路的PA 休息站 同時找一些有狗公園 其實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大 很小 但還可以的 不用錢 不過高祖公就要錢 好了 報得地見 我們終於到了這間酒店了 終於到了 好累啊 開了四個多小時的車 累死我了 先拿回背包 即電腦 要做事 晚上要搞一些PowerPoint 哇 開了四百公里以後 撞了多少港幣 這間酒店的外形就是這樣的 它是一個小山幽 小山幽這樣上來的 其實風景也挺漂亮的 因為主要這些鄉下地方 它真的沒有什麼高樓大廈 所以其實你看到的景下 可以看得很遠很遠 不過它今天的晚餐 要去另一棟建築物吃 好像是走路三分鐘 不過它會有穿梭巴士來接我們過去 很期待 很久沒有吃過自助餐 自助餐就不是東西好吃 而是你吃得很滿足的就開心 自助餐的開心就是 原住那種你吃到你飽到媽媽都不認得很滿足 我很想吃自助餐 真的很想念香港的自助餐 唉 日本真的沒什麼見過 如果大阪有些香港酒店的自助餐 大家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一定會去 好 我們已經進入了房間 讓大家看看房間 這裡就是一個圓關 門口在這裡 我們的鞋子都在這裡 進來之後 這個就限定廁所了 廁所 廁所是怎樣的呢 廁所是如何的呢 洗手間 鏡子 還有這個洗澡房 洗澡房 洗澡房 對 洗澡房 不過是很舊很舊 很美舊的 但是為它平凡是怎樣的 因為這個是溫泉旅館 所以 其實人們都會在溫泉上洗澡 然後來到這間房間 這次我預訂的就是床 不是泊坂米 因為有些泊坂米會鋪在地上 睡地上 但是我這些外國人 外國人 我這些外國人就不行 我要睡床 所以是這裡有兩張床 還有 有隻柴犬 送的這隻 那這張床是我自己拿過來的 不知道它睡不睡不睡 所以我把這張床拿過來 其實也挺漂亮的 因為這裡 如果給狗的東西 這些設備是它借給我們的 即是 你可以不用帶的 吃飯碗那些它全部都有的 那些 尿片 濕紙巾 那些全部都有的 其實環境的景觀是不錯的 景觀真的挺漂亮的 望海的 挺棒的 試試 它還在探索的房間 C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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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無事在一起了 CiCi 無事主 那我們不如現在下去樓下的Dork One 全北陸最大的室內狗公園 這間的Dork One CiCi 下次來的 它二樓就有中文的 漫畫室 自動販賣機 大浴場 室內狗公園 包場的浴場 這個是攝影點 Photosport 交流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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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面就是 就是這樣 CiCi 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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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在這裡嗎 爸爸和你探索一下 鎖 好棒 很大 對,這裡 但沒有其他小狗 嘩,很大呀 超大 這個 這個 我們去一樓,找一下有沒有朋友跟他玩 他現在很孤獨 啊,疲累了 現在去一樓 其他小狗和遊玩 但那一樓都沒有 先去一樓的小狗和遊玩 我們現在來到一樓的室內 對,酒店裡就是這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記得它 有其他小狗在 帶牠下去威風 去游泳 牠的頭 塞得出去 我帶你去游泳 牠是最後才來到 所以要確認一下 大家有沒有攻擊性 先交朋友 先問一下屁股 好 我會被我... 這種生活真是 這隻柴犬沒有人問真 沒有人理會它 這裡還有一個浸腳位置 即是溫泉的竹湯 就可以在這裡浸腳 然後跟狗仔一起 晚上才浸 喝酒後才知道 或者坐在這裡喝酒也很棒 其實我本身的大獄廠 我問他整身紋身是否可以 其實他回答我是可以去的 不過要等他們清潔時間 要凌晨1至2時才可以去 其實我不太喜歡浸溫泉 在房間洗澡也不錯 不過公司就說 剛才做的朋友 你就可以1630多日圓 就可以租一小時 狗也可以進去 那還可以 如果130元也可以浸溫泉 我覺得還可以 整身紋身在日本的難處 就是這一種 和我浸溫泉這些比較麻煩 幸好我真的不太喜歡這些 不過百多元 120元可以試的話 我是可以的 我也想的 120元 現在我們第一集就完結了 我們就等到我們晚上吃晚飯的時候 再跟大家拍第二集見面 對了 那我們今集呢 多了多了 是不是很久沒聽過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讚、分享和留言 還有最重要的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 記得要訂閱我 下一集就是我們吃自助餐 然後到我們早上 看看我們會做什麼 我現在也不太肯定 我們早上會做什麼 不是 不是不是 我們第二集還有 看看那個 Katsuki的Ofuro是怎樣的 加上這個自助餐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